Hello 嗯 OK 现在是一个非常奇妙 对于全球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就是唯一 应该是我第一次复活节 不是去教会庆祝 每一年 嗯 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的Christian都会 就我基督徒的话 可能会去教会 受难日我们会一起领圣餐 然后 在复活节那天会有些戏剧 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 然后复活了 然后听一些牧师分享信息 那今年因为 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 然后今天是Good Friday 所以大家就是 我们会一起 纪念耶稣的首难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听 诗歌这样子 那这是我的教会 Her Song 那就是 嗯 我们一起听一点 敬拜歌 Hallelujah I live my life in remembrance I live my life in remembrance Hallelujah OK 嗯 就是我们的敬拜诗歌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然后会一起 唱诗歌 然后去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 耶稣受难就是 如果大家有Cassion 看过Passion 嗯 Mare Jibushin 拍的就是 耶稣为 嗯 我们钉在石架上 承受了 最 最痛苦 应该算是 急刑吧 就是 嗯 被鞭打 嗯 被 然后最后被钉在石架上 所以对基督来讲 就是一个日子 我们去纪念 的时候 那我们今年的时候就在家嘛 所以我自己就预备了圣餐 一点点的面包 跟 嗯 这个是 这个是葡萄汁 就是 这个就代表 葡萄汁代表耶稣的血 然后面包代表耶稣的身体 那 嗯 对我们来讲 其实这只是一个象征性 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 但对于我们 嗯 教会来讲 就是一个 一个象征性 去纪念圣餐 纪念耶稣 为我们死 为我们 为我们受难 然后基督徒 领受圣餐 除了纪念之外 也是让我们去 不断去思想说 上帝是为我们 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所以 受难日的日子呢 我们就是 嗯 今年我比较特别是 要在家里面去 领受圣餐 然后 来纪念耶稣 去思想他 嗯 所经过的 培养 所以就好像我们现在 嗯 疫情一样 就是全球都在 一个 嗯 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状态 就好像 耶稣 他原本是 犹太人认为 是要做王的 可是却被定在 十字架上 当时的 可能跟随耶稣的人 都不能理解说 诶 你不是要来做王吗 可是 你为什么 却 成为 定在十字架上的 罪犯 所以 嗯 这个日子 确实是我们 非常值得去 思想的 那所以我就是要 一起听诗歌 然后等一下 听牧师的分享 然后 领受圣餐 哈喽 哈喽 回来了 所以复活节 就是 这是我们基督教 都有 嗯 都有一起 就是 送诞日 一起领受圣餐 就是比较特别 大家都在家里面 领受圣餐 我很多朋友的其他各地 也都是在家里面受圣餐 然后 然后 礼拜天 大家一起 透过YouTube Livestream 去看 去看教会 嗯 的 的信息 的信息 然后一起庆祝 富国节 OK 这是另外一个 我也非常喜欢教会 听听看 嗯 对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教会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祝福 就是你可以 透过 虽然就是不能去教会 但是我可以 透过YouTube 看不同的教会 他们的信息 他们的复活 嗯 所以我觉得 复活节的意义 就是 耶稣复活了 嗯 我觉得这个信仰 带给人最大的 对我来说 最感动的地方是 我这位上帝 他不是遥远的上帝 他了解我的痛苦 因为他经历过 他被人唾弃 他被人背叛 他经历过疾刑 他经历过孤单 死亡 但是他在三天后复活了 所以他不只了解我的痛苦 他也可以承担我的痛苦 并且带领我走过痛苦 进到美好的日子 就是复活大人 就是复活节 我们基督徒所庆祝 所以人生 他给我力量去拥抱 受难日的黑暗 他也给我力量 去迎接复活节的大能和光明 所以我要祝福我周围的朋友 或者现在看我影片的朋友 不管你现在经历到 可能你失去一些重要的亲人 你可能在 在经济上面有很大的重担 甚至你在疾病里面 非常的不舒服 如果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留言 我也可以为你祷告 我希望这一次的疫情 也让我们知道说 没有一个人是孤单 在这世界上存活 我们都是互相影响的 你可以去关心一些 你平常已经很久没有关心的朋友 就make sure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感受到被爱的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一次的困难 然后一起去迎接更美好的一天 那为大家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日子 去一起庆祝 我真的为着现在 好像在许多人 在医院的许多的医疗的人员 还有正在面对一些生理死点的一些光景 正在许多医疗人员里 也正在冒着危险 去付出 去贡献 真的为着他们祷告 请你保护他们的身体 使他们不受疾病的所感染 祝福这个世界 每一个在黑暗中 可能在失去家人 失去朋友 甚至在经济上面 有许多的重担的人 我正为他们祷告 上帝你别度遥远 受难日的日子 你就告诉我们 为这世界能承担他们一切的痛苦 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 我把这一切世界的重担交给你 我们向你承认 我们能力有限 我求你来祝福这个世界 能够领受到你复活的大恩 将盼望将希望 给这一些正在挣扎痛苦的人 让他们能够与你一同从黑暗 进入到光明 经历你复活节的大恩 谢谢你 上帝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礼物 Amen 祝福大家 复活节快乐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留言 在下面 然后我愿意为你祷告 Happy Easter 我们生活在史诗中 人类从来没有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 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 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 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 屏幕上邮箱地址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 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 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 健身 歌唱 影评 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 都欢迎哦 狗狗出镜 别欢迎了 第二步呢 就是上传您的作品 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 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 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 您的在家精彩生活了 嗯 还有狗狗 然后呢 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top榜单哦 有问题 别迟疑 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 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